甚至有四萬人會死亡 而北市也喊話要以篩代隔 不然再過一個禮拜 北市恐怕就要關門了 新北確診數重破萬人 台北市單日染疫 還暴增一千多例 市長柯文哲說疫情在慘下去 台北市很快會 謝謝收看 不只是北市會癱瘓 柯文哲更預言 若與病毒共存 到年底 預計會有四百萬人確診 十六萬重症 甚至有四萬人死亡 未來幾個月 發生在香港 越南 韓國的事 就會發生在台灣 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厲害 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只是比較慢而已 台北市要推動以篩代隔 先訂購了五十萬劑快篩劑 針對高風險的第一二類族群 啟動以篩代隔 只要被匡列 就會發六加一劑的快篩劑 而被匡列的前三天 以及第五 第七 第九天 要做六次快篩 要陰性才能出來上班 使用對象也會從醫護 再擴大到減銷等防疫人員 未來更包含學校教職員 都會適用 但專家不但質疑 廢除隔離 感染風險將會暴增 此外篩減量能更是大問題 以快篩代替隔離 我看事在必行 任何人你一有症狀 你就自我隔離 你甚至連快篩劑 你都買不到 你要檢驗你也排不上 那這就是公衛崩潰 全民崩潰 所以確實談什麼都沒用 你有診斷出來 才能夠談隔離 你有一堆都沒診斷出來 北市府甚至還反映 實施三加四 隔離合會來不及開 但當行政能力 被病毒源源甩在後頭 百姓只會面對更多危機 記者楊七號 虛光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